集集如律令 在广大网友穷追不舍的召唤下 追了这么多天的沿喜攻略 已经大结局了 而前几天顺平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但好像出场仅仅只有5级 虽说出场不是特别的惊艳 结局也不是特别的完美 但是过程还是给广大网友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顺平的出现 让我们一路拳打小怪兽的女主魏英诺 在皇上的心理的地位直线下降 这可不是我们包括女主想要看到的现象 于是在傅恒的犬说下 魏英诺急忙从圆明园赶回了紫禁城 刚开始 他还不相信顺平是傅恒嘴中那么完美的女人 直到见到了他的真人以及皇帝和太后对他的态度 才发现自己是惹祸上神 初回皇宫 魏英诺本想和继皇后联手搬到顺平 但是心地善良的女主并不想要她的命 于是在和安公主的祭祀上巧妙地救了顺平一命 谁知这时她给自己埋下了一个大雷 太后因此以为她是和安公主转世 对她极度宠爱 顺平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她想尽一切办法接近魏英诺 和她学习宫规 哪怕被魏英诺嫌弃也没有怨言 半夜爬上未硬落的床和她套进户 委屈地说自己深入这子进城太孤独 想找人说说话 网友说顺平像是有搞传销的能力 说的话都特别洗脑 真是英的季皇后和女主说的那句话 应该离顺平远一点 不能被她勾了魂去 顺平的出现也加速了名誉的取势 之前在淳飞手下做事的时候 被淳飞命人在体内扎入银针 虽然被野天使取出了八根 但剩下的淳针却让茗玉彻底失去了性命 当茗玉发现自己胸口疼之后 她不敢把几件事告诉英诺 却无意间被顺平知道了 顺平也清楚 茗玉是英诺最在乎的姐妹 茗玉的去世无疑会对英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茗玉去世后 英诺闷闷不乐 此时傅恒在长春宫安慰英诺时 却不料被皇上看到 皇上怎么会知道二人会出现在长春宫呢 当然是顺平在旁山峰点火鞭策的 在拉拢未营落的同时还不能忘了皇上 有了皇上的助力 他还要去搞一搞复衡 他之所以恨复衡 是因为顺平在选择自杀 那时候却被复衡救下 没有复衡 他可能不会来到这子进城受这份罪 顺平的好看 可以说是藏了一张不害人的脸 人前小白兔 人后便魔鬼这一招 可是别人学不了的 在取得了所有人的信任之后 他便开始要下手了 英诺怀疑名语的死令有蹊跷 便去质问顺平 再争执中顺平故意 把剪刀插进自己的心脏 太后知道后 要皇帝立即处置英诺 在太后这边英诺已经失去了宠爱 一面是爱妃 一面是自己的母妃 皇帝在这时也很难选择 干脆撒手不管 后宫的事 这时候皇后就上线了 皇后一出手 没有了皇上的宠爱 严玺宫一下子就落魄了 顺平现在已经获得皇上和太后的宠爱 接下来他就要对付傅恒和英诺了 一个小太监以海蓝茶整日醉酒为由 却不知是顺平引诱傅恒至此 他刺激傅恒说 曾经是傅恒的心上人 但是最后却不属于他 还埋怨傅恒 英诺现在落得如此下场 失败傅恒所赐 是因为傅恒的懦弱 他才没有拥有英诺 叫做傅恒不应该为皇上效力 然而忠心耿耿的傅查家人 没有听信顺平的传言 顺平来到严玺宫 看望卧床的英诺 告诉他其实他不属于紫禁城的 他应该和傅恒私奔 在顺平的安排下 一直要运出宫的水桶被皇上拦了下来 但里面的并不是英诺 而是他身边的小圈子 其实